新疏专员发表的一项主动调查报告 批评于护处执法不力 近十年有超过16万只狗未有逐牌同注射狂犬病疫苗 狂犬病又叫做风狗症 香港由1987年之后已经没有狂犬病个案 为了令香港继续成为非狂犬病地区 越护处强制狗主为所养的狗拿牌 狂犬病由病毒引起 在暴雨类动物之间传播 是一种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疾病 人类感染狂犬病个案大多数 都是因为被染病的狗咬伤而导致 但也可以透过猫和其他暴雨类动物传播 狂犬病的潜伏期一般是一至三个月 但也有可能是一星期到一年 这种病会影响脑和神经系统 而且可以致命 所以预防感染非常重要 根据狂犬病条例 任何人致养超过五个月大的狗 必须领有牌照 程序包括帮狗植入 用来变形身份的微型晶片 和注射预防防犬病疫苗 狗注之后必须每三年 再帮狗注射疫苗一次 并且续领牌照 为例者最高可以判罚款一万元 本国新增5宗新冠病毒确诊 包括昨天初步确诊的机场实施间清洁工 华尔涉及Omicron变异病毒株 54人要隔离 居住的屯门 邵熙远安熙角朝早完成围风强检 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邵熙远安熙角的围风强检行动 朝早6点几完成 政府说大约1,210人接受检测 没有确诊个案 曾经到访大约560户 发现一个人未进行检测 已经向他发出强检令 另外有大约50户没有人应援 有安熙角的居民说 圣诞节会减少外出聚会 怀疑带有Omicron变异病毒株的 64岁男患者 今个月20日检测情阴性 三日后就初步确诊 这几天曾经到过油麻地果篮 屯门医院临床肿瘤科和药剂部等等 他在机场客运大楼禁区做清洁工 主要负责一个初步确诊输入个案 专用的洗手间 当局说患者曾经逗留洗手间内的储物室 并且曾经与初步确诊个案 同一时间身处洗手间 有工会说 根据卫生署指引 禁区的厕所清洁工 要穿着完整保护装备 包括口罩、面罩、保护衣和手套 现时没有指引要清洁工 完成清洁消毒工作之后离开洗手间 工会认为应该禁止初步确诊者 在清洁时间进洗手间 如果有人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如果让其他人进去的话 对我们的工的保障是足够的 如果他们真的要进入洗手间清洁的时候 可不可以先把厕所封掉 不要再让旅客进去 可能一个小时给他们多少时间去清洁 在那段时间如果真的有旅客的话 就叫他们忍一忍 那个清洁工用过的储物室、更衣室等等 所採集的26个环境样本 全部结果都是阴性 无声电视机者何曼君报道 组织光成者7个成员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 其中一个16岁的被告申请保释获批 但要遵守一连算的保释条件 包括逢星期六回学校由老师看管 读中午的男被告 和另外六个光成者的成员 被控今年1月至5月期间 专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 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批准被告保释 但附加多项的保释条件 除了宵禁令和交出旅游证件 逢星期六朝九晚五 需要留在学校由老师看管 逢星期日下午1点前如果出门 只可以参与教会活动 每日都要去到警处报道 逢星期一要交出副校长、校长 及教会主任牧师签署的出席记录 不可以转载或点赞时事评论 有需要的时候要解锁手机 被警方检视有没有违反保释条件 政府因应专家建议宣布完蛋开始 所有接种了两剂伏必泰疫苗 满半年的人都可以打加强剂 大部分疫苗接种中心的开放时间也会延长 为了应对变异病毒株来疾 政府接纳科学委员会建议 将可以打第三剂的群组 扩大至接种了两剂伏必泰满6个月的人 已经打了一针的12至17岁青少年 相隔至少12个星期 也都可以打第二针的伏必泰 合资格的市民可以在明年1月1日上午8点起 经网上系统预约 也都可以拿职日筹 或者到公立医院接种站等的其他途径打针 现时10间接种中心 星期1至5开放时间是朝10晚6 元旦起其中9间中心 会改为星期1至日朝8晚8 有伏必泰疫苗接种中心的负责人说 现在第2、3针接种情况未算拥药 预计农历新年会是高峰期 运底本港的疫苗一共有大约1340万剂 至今剩下大约360万剂未用 而打了第2剂又未打第3剂的市民 有大约429万人 即本港仍然需要额外大约69万剂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军报道 有使用保护儿童会暂负服务的家长说担心 亦有人认为是个别事件 有关著儿童权益团体就认为 这类中心的照顾者除了要注册 也要留意有没有实际的经验 保护儿童会根据它的官网介绍 1926年成立 现在下下合共有29个服务单位 为初生去到16岁的小朋友 和他们家庭提供服务 而涉事的同乐居 也有为一般家庭提供暂负服务 消息说暂时涉及大约100个幼童 我都不清楚 其实我现在先上转头想问一下 我也想上去问他 又用了服务两年多的家长说 有职员向他解释事件 跟我们说过 我小朋友就不为牵涉在内 就会提高他的那个 就是聘用人的意识 不会看怎样 个别事件而已 不觉得整个软舍都是这样的 起码我儿子回来 怎样进去怎样出回来 又没有特别其他事件发生 没有说跌出砍损那些 去年和照顾者相关的 若疑个案有51宗 占整体大概半成 而今年头三季 警方就说 已经接获871宗的若疑个案 当中444宗涉及身体虐待 较去年同期大增大概七成 幼儿中心如果同时接受 超过5个 3至6岁以下的幼儿 就要受到幼儿服务条例 去规管和注册 请的幼儿工作员 也都需要完成获得社储 和教局认可课程的培训 完成课程之后 也都需要注册 幼儿童事务委员会成员认为 机构请认的时候 也都需要留意实际的经验 有团体早前调查发现 幼儿中心照顾员和幼儿的比例 2岁以下的是1比8 而2至3岁的就是1比14 雷将神家认为 应该检视幼儿中心的人手安排等等 长远亦都应该全面检讨和儿童相关法例 达到国际标准 以保护儿童福祉为使命的保护儿童会 三个职员涉嫌 虐待多个留宿或暂宿的幼儿童被警方拘捕 保护儿童会说 已经即时解雇一个涉事的职员 其他相关职员都已经暂停职务 发生怀疑虐儿事件的 是位于旺角的同乐居儿童住宿中心 保护儿童会接获附近居民举报 说上星期五 木岛中心游乐区 有职员涉嫌虐待 七个两岁至三岁半的刘叔友同 于是报警 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 抓了三个介乎23至44岁的职员 当中最少两人曾经动手 当中包括大力扯头发 大力拍头 掌握他们的面和头部 还有将友谊抛到地上等等 我们警方非常重视这次案件 我们会继续从多角度和多方面去调查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受害人 或者其他职员牵涉在内 警方会调查三人的动机 全部在中心工作超过两年 拿到相关专业资格 而七个幼童身上有红肿和乙恒 正是留意 今次这件事件是一种不幸的事件 亦都是令人很心痛的案件 今次案件里面的所有受害人 都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 一出世之后就没有了父母的照顾 而被法庭扳令 被社会福利署去监管 而更不幸的就是 他们竟然被一帮他们以为可以信任 以及应该照顾他们的人 去袭击和施药 今次案件如果不是因为 被住在院舍附近的一个居民 看到恐怕到现在都还未被揭发 保护儿童会发声明 对事件感到遗憾和痛心 已经即时解雇涉事职员 相关职员也都已经停职 并通报社署和报警处理 又安排护士和临床心理学家 检查幼儿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等 并再送院检查 强调十分重视儿童福祉和安全 绝对不容许职员对儿童 作出任何伤害或者不当行为 已经成立专责小组撤查事件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